欢迎收看威乐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来关心的是在周末的天气情况来说 随着高压东移出海之后 北部的天气渐渐转为比较阴沉了一点 那到了礼拜天呢 伴随着华南云溪来台湾之后 一封灭地区呢 都会出现一些短暂争云的情况 外出的民众就要记得带上雨具了 而这样的天气来看呢 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到中南部地区 不过云量来看有稍微增多起来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 大家感觉的天气有稍微凉了一点 不过呢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太阳光的 不用太担心 那这几个礼拜来看呢 随着一波接着一波的东北极风来报道之后呢 在今天呢就是我们所俗称的 24节气当中的立东之际 已经渐渐来临了 所以这几天呢 大家可以开始把一些比较厚一点的衣物 拿出来做准备了 再来关心的是卫星云图上来看到的是 这时候呢在华南地区 有一些云带正在发展当中 到了礼拜天呢 就会移动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时候呢 台湾北部地区的云量 也有开始稍微增多起来了 所以今天的气温呢 跟昨天比起来是稍微高了一点 不过大家的感觉呢 还是有稍微凉了一些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时候云量增多 辐色冷却的影响就没有来得这么明显 所以大家体感温度的感觉呢 就是稍微凉了一点 那再来关心的是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可以看见这时候 华南地区有一些云量正在发展 到了礼拜天呢 就会朝台湾的方向前进 那这时候呢 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北角地区的云量 稍微增多起来 伴随着华南云气的水气量 也开始增多 所以这时候呢 在东北角地区 就会有一些短暂争雨的情况 外出的朋友们 就要记得带上雨具再出门了 那这样的天气呢 在中南部来说呢 虽然不会有降雨的情况 不过这时候呢 云量也有开始稍微增多起来了 那这样的天气呢 辐色冷却的影响 就没有来得这么明显 那来宽信的是 未来这礼拜的降雨情况分布 礼拜六开始呢 主要降雨地区 还是集中在北部 还有东北角地区为主 到了礼拜天可以看见 伴随着华南云气来的水气量增多 所以这时候可以看见 降雨的情况又会更加的明显 东半部地区也会一些短暂的争雨 那到了下周一来看呢 还是以东北角为主 所以这样的天气呢 都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 请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动了 那明天白天的高温来看 最高温部分北部地区来到了24到25度 而中南部地区呢 还是来到了27到28度 不过陆月之后的天气呢 也有稍微下降了不少 中南部地区下降到了21到22度左右 而北部地区呢 还是一样来到了19到20度 所以陆月之后的天气呢 稍微凉了一点 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再见 衣物在身上咯 小心不要着凉 以上就是今天的威勒360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